上課大概只會上一節課 因為我們第六章是講得差不多了 第二節課就考 再考一次小考 然後下禮拜 就開始 下禮拜就 期中考了 所以考試範圍就從第1章到第6章 那考試的類型呢 有點像我們小考的概念 就是會有觀念題 然後也會有計算題 所以大概 配分的比例大概是 觀念題 也會到40% 觀念題會40% 然後計算題大概60% 那考試的話 Closebook Closebook 但是呢 你們可以寫一張小抄 可以寫一張小抄 那什麼USB那些都不能帶 但是你們可以寫一張小抄 可以把你們認為重要的就準備在那張小抄裡面 那小抄大概 不要太大 就A4 一般A4大小 所以你們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東西可以記在那張小抄裡面 那 考試裡面如果需要計算的部分大概 就跟我們小考一樣 你們就把那個答案直接 整個做 做解題的過程中間就直接把那個計算 或是 運算的過程就直接寫在Excel那個file裡面就好 那如果是觀念題的話 就是一樣把它寫出來 那到時候所以會有 會有紙本的 紙本大概就是觀念題 然後 Excel的話就是做計算題 好 因為就有六張 說實在也沒有很多 尤其第一張只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好這樣子清楚了嗎 不准 那當然網路我們也會關掉 所以 所以大概就是要帶一張小抄 然後是Closebook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 考試方式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第六張其實 應該已經也算講完了 不過當然 常常分配我們還有最後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講最後一部分之前 我們稍微再review一下 因為 我們之前談 你要記得我們其實在上這個 上這些課的過程裡面 它其實都是一步一步的 從一開始我們在談這些 最基本的這個什麼 敘述統計 還有什麼統計 以後 當然我們到目前為止 看到都是敘述統計比較多 那之後會談到推論統計 那 接下來我們談到一些 所謂的 取樣的概念 或機率的概念 然後再到分配的概念 等等 那 之前我們談的分配是 先談 所謂的 離散的 離散的機率分配 那到第六張談的是 連續的機率分配 那這些 這兩種類型的分配是 當然是有點不一樣 是有點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 這我們說的 它其實只是一個 從 原來是 discreet的變數 隨機變數 變成是一個 continuous的隨機變數 這樣子而已 但是即便這樣子 它 有一些 性質上的差異 從一個非常 就是 一段一段的 變成一個continuous的情況之下 原先我們的隨機變數 橫軸是x隨機變數 它對應的這些 Y軸 我們上次說 原先對應的Y軸 是什麼 一個 距離分配 橫軸是x軸 橫軸是什麼 橫軸是什麼 橫軸就是機率啊 是不是 那 這些都是 discreet的概念 但是到連續的呢 它橫軸還是隨機變數 但是它的 橫軸呢 橫軸這時候不是 並不是機率喔 我們上次有說過 它的橫軸 這時候變成是什麼 叫做 機率密度 叫一個機率密度的概念 我們上次有特別提過 如果 如果像類似 如果我們用 傳統的這種 古典機率的概念 去算它的機率的話 你的機率當然如果是 離散的話 你可以利用樣本空間 分支它的 事件的outcome 然後去算它的這個機率 對不對 那 但是當你是變成連續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的樣本空間變無限大 你有可能在某一個固定的 一個 一個固定點 一個fix point的點的時候 它的機率變成是零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造成一些計算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必須去調整 所以我們上禮拜說過 我們會必須把它當成是一個 機率密度函數的概念去看它 所以它的橫軸是隨機變數 但是它縱軸這時候 在連續型的機率分配的時候 它縱軸就變成是一個機率密度的概念 那機率密度概念基本上 會用到一些類似微積分的東西 就是取limit 類似 再取某一段 x加 從x到x加deltax的中間 那 這段的範圍 這段的面積 才會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真正的機率 那當然你的x 曲均於0 就非常取limit delta曲均於0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類似機率的概念 這個我們上禮拜講過了 所以我們在算連續型的機率的時候 通常都會算一個區間 就算一個區間 那這個區間的話 就變成是用面積的概念 就是從a到b的機率 從a到b的機率就是這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如果你用 利用微積分的概念來看的話 它就是什麼 利用從無窮遠到b的面積 減去無窮遠到a的面積 所以它是用面積的概念 來去算它的什麼機率 這個是當你從離散 變成連續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談到這個常態分配 是我們上次談過的這些東西 你看它原始的 常態分配的這個 連續 它的這個機率密度函數 它是寫成這樣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你去用任何的 畫圖軟體去畫出來 當然它就是一個continuous的 那它跟誰有關係 跟它的μ跟它的sigma有關係 μ是什麼 μ是什麼 μ 平均數 然後呢 sigma 好標準差對不對 所以是跟這兩個 跟這兩個 平均數跟標準差有關係 那我們算 重點是算它的面積 機率密度算它的面積 所以我們面積比高度重要 所以我們通常不畫y軸 這是之前的概念 好 所以這個是上禮拜看過了 那機率密度 這個常態分配的面積的概念 其實 因為它是跟 類似一個機率的概念 所以 這個面積的百分比 就是正負一個標準差 正負一個標準差的範圍 這個上次 其實在之前在談那個 柴皮雪負的時候 大概已經有看過了 如果是兩個標準差 以柴皮雪負來說 是75% 常態分配 你如果更清楚的了解 它的分配情況 大概很精準的 可以知道大約 在正負兩個標準差 大概是95% 一個範圍 那其實偏寫 我們都看過了 那另外我們在算這種 常態分配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 因為 因為 我們剛說過常態分配有很多種形態 它會根據它的什麼 根據它的μ跟它的σ來決定 剛才我們去看 有很多不同的 對不對 你不同的μ 對不對 不同的σ 都會得到不一樣的一個形態 那但是 但是你如果是透過查表的方式來 查 它的這個 查它的這個機率密度的話 要再算它的機率的時候 那你不同的μ 有不同的σ 你不就是要準備 一堆 一堆表 就是有μ等於0 的表 μ等於0 σ等於1的表 μ等於0 σ等於2的表 你就必須如果 透過查表的話 就必須要有很多表 很多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不算 不透過計算機去計算的話 你不同的μ 不同的σ 就會有一張 就是要 透過查表的話 你就要有不同的表 那像同樣的μ 那有不同的σ 也會有不同的 同樣的σ 不同的μ 也會有不同的表 所以這樣的表 怎麼樣 就太多啦 你不方便去做嘛 所以 早期會去把我們的常態分配 再去做一個轉換 轉換成所謂的標準常態 標準常態分配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 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 所有的不同的μ 不同的σ 都把它轉換到一個標準常態分配去的話 那我只要查那個標準常態分配的表就可以 我只需要一個表 我就可以去查 一個資料出來 然後再去轉換成它原先的常態分配的結果 所以是為什麼要做這個所謂的標準常態分配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標準常態分配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在 第八第幾章也談過 有一個叫 Standard Score 標準分數有沒有 就是利用那個概念去做 標準分數的概念去做 所以呢 就把它 標準分數z嘛 對不對 這是把 你的隨機變數減去你的平均數 除以它的標準差 就得到一個標準分數 那這樣大家都在 不同的常態分配都在同一個基準下去做比較 怎麼還可以 所以 不同的mu 不同的sigma 你都可以用同一張 因為它都把它轉換成標準常態分配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同一張表 去查出那個 某一個特定的數值之後 然後再去把它轉換回到 它原先的mu跟sigma 所對應的隨機變數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轉換的原因 是這樣子 那所以 當你把它隨機變數轉換成 用標準分數來看 來看的話 你的 常態分配 標準常態分配的公式變這樣 這可以不用計了 但是 它還是一個常態分配的形態 然後它的平均數這時候就變成是 變成是0 然後呢 它的 橫軸就變成不是x了 橫軸變成什麼 變成z了 那這個z基本上是一個 概念 這是一個無音次化的概念 所以它就是正負1 正負2 當然這是標準差的概念 這個我們上禮拜都談過 那算面積 當然我們說為什麼要算面積 因為面積 這個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要算它的機率的過程中間 我們基本上透過算面積 所以算面積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算 假設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左邊 某一個Z值左邊的面積 或是某一個Z值右邊的面積 這個都是左邊 那右邊的面積怎麼算 這個是 上禮拜都提過了 或者是要算某一個段 一個區間的 一個區間的面積怎麼算 這個都 上禮拜都看過 然後可以透過 查表的方式 透過這個標準常態分配 查表方式去做 那當然 這個是 上禮拜看過的例子 但是我們如果用Excel去算 當然 它有一個什麼 有個公式嘛 對不對 用norm norm.s.dist 那當然 這個是因為 加一個點 S點 這個中間就代表它是一個standard 這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那我們說過 如果你不是標準常態 如果是一個常態分配的話 你不用點S的話也可以 但是你要下的參數就比較多了 這邊的參數是什麼 我去網路看看 norm.s 這個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第一個參數就是Z 然後第二個參數代表 它是不是accumulate 那accumulate的意思 如果是1 就代表要accumulate accumulate就代表 從負無窮道到 Z等於2.09 就是從負無窮道到2.09 這個面積 所以要1是accumulate 那如果是0呢 0就是代表那個點的什麼 激勵密度 代表它的激勵密度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不用查表 透過這個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如果是右半邊呢 就是用1扣掉它就可以了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個我們上次都看過 那區間的話就是 鋪掉兩個 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概念 反正這個我們上禮拜看過 就是很快再代過一次 常態分配的應用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拿這種常態分配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隨機變數 它都是屬於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那當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時候 你就可以類似利用它的這個 分配的特性來 去找出一些它的一些特質 像 像這種血液分佈 你這個 血液分佈它要 查 某一個範圍裡面 它的這個 血液分佈它的 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因為機率某種程度也可以算是一個 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 上次的一個例子 這些例子我們不看過了 我們就不看 常態分配它的應用還有 回答有幾個 或者是說 對應 對應就是說你 已經知道機率值 要找出它對應的機率 反推回來 所以我們 有一個 這是第一個 我們有一個是 inverse 剛才我們是不是有看過 inverse inverse 有沒有看得到 這個 像類似這個題目 就是說它如果是有幾個 有幾步 幾步其實也是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把它算出它的機率乘上它的取樣的 取樣的個數就可以算出大概 它是有幾個 好 那這個幾分 幾分的意思是說它告訴你一個百分比 告訴你一個面積百分比 你要反求 反求它的什麼 反求它的這個x是多少 那這個是 反正 一樣你知道面積了 那你現在反推回去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函數 就是 inverse 的函數 如果是標準常態分配 就是norm.s.inv 可以用那個函數去算它的什麼 算出它的這個z 那當然如果你是直接算它的x也可以啦 就是norm.inv就可以了 也可以直接去算出它的x是多應多少 那當然這個面積 norm.s.norm.inv的那個面積 它是左邊的面積 但是你如果 題目它告訴你是右邊的面積的話 你自己當然要先做一個前處理 要先做一個前處理 去把這半邊的面積轉換成 就是利用已知的面積算出 這個左半邊的面積 然後才去帶那個函數 所以不要帶錯啦 你要知道這個概念 才能夠適當的去用你的函數 不要亂用函數 那這個 這個應該理論上會有一個 所以這個都我們上禮拜看過的 常態分配 當然這個 你可以用簡單的幾個方式去判斷 利用目視法 或者利用這個 這個偏寫指數方式去算它 或者看看有沒有outlier 就可以來決定 那以後我們還會談到 利用一些減定的方式 來判斷 這個我們都看過 跳過去 那這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中央極限定理 這個跟我們之後要談 推論統計 有很重要的關係 那推論統計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搞不好今天就會考 推論統計是什麼意思 是你要去 根據你取樣的結果 去推論出什麼 你的母體的 特性 那這個跟我的 跟我們接下來談的這個中央極限定理 就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這邊是一個 先wong out的一個東西 那 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是什麼 這是取樣 你今天取樣 你可能不是只有取一個樣 所以說你固定假設取10個樣本出來 但是你可能取 1000次10個樣本 那這些取出來的樣本 它的 平均數 它也會變成一種分配 它也會變成一種分配 就是它從母體去取一個樣出來之後 那這些取樣 你可能會取好幾次 你可能會取大概 10幾次 20幾次 或幾百次 幾千次都ok 沒關係 反正取出來的樣 然後它針對某一個隨機變數 它去做平均數 這些樣本的平均數 就會構成一個分配 構成一個分配 那這些構成的分配 可能就會 形成一個 特定的一個 一個情況出來 那它會什麼情況呢 這就是中央極限定理要去討論的 那 當然 假設你抽樣 抽的夠多的話 你這些樣本的 平均數的 平均數 樣本的平均數的平均數 對不對 我們上次說過這個蠻饒舌的 對不對 怎麼樣 它還是會等於母體的平均數 那你的樣本平均數的標準差 就是你的樣本平均數 去做的那個distribution 懂得意思嗎 樣本平均數的 那個分配 這個分配它的標準差 會跟母體的標準差來的小 差別會差在什麼 差在原先是把 它的 x bar 的這個sigma 會是等於母體的標準差 去除以根號N 那N是它的取樣的 取樣的樣本數 所以這兩個 就是中央極限定理前面會先談到這兩個概念 mu mu x bar等於mu sigma x plus等於sigma 除以根號N 我上禮拜有舉一個例子 這個可以很快看過去 好 那 最後就是把它綜合起來看 這中央極限定理就是說 當你的N取樣夠大的時候 你從 你的母體是一個 平均數有mu 那標準差是sigma 去取樣出來 但這個取樣是取後放回 代表它是獨立的樣本 那獨立的樣本取出來之後 這樣子的平均數的分配 會也是一種常態分配 那這個常態分配的 特別特性是什麼 它的 這個常態分配的 特性是 它的平均數位是mu 跟母體一樣 那當然它的標準差 就我們剛剛說的 它會比母體的標準差來的小 所以它會更集中一點 會更集中一點 那這個就是 中央極限定理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 當你知道這個中央極限定理 知道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概念一樣 去做一些應用 那當然做應用的過程中間 一樣 你可以先把它轉換成 所謂的標準常態分配 因為基本上它是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你再去把它做一個 處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標準常態分配 同樣去做一些 可以做一些應用的分析 所以這個我們上禮拜看過 像其實有一個例子 比較特別是 工人 對不對 我們上次說 你挑出一位 建築工人 就是說 這個你的母體 母體是建築工人 週末加班 這樣的一個隨機變數 它的平均數是7.9 這是它的母體 那你從這個母體 取一個人 取一個建築工人 然後它的加班時數 低於8小時 那這個就是 原始的常態分配 的應用 原始常態分配應用 但是現在再加上一個 如果你是挑一組 40個人 40個工人的樣本 然後呢 要去算它的 平均的加班時數 低於8小時的 就是用到 中央極限定理的 那個常態分配 所以 Case是不一樣的 雖然它是同一個母體 但是這是從一個母體 取一個工人 或取一組工人 那這樣所得到的什麼 常態分配 是有不一樣的 雖然它的 平均數會一樣 但是它的 標準差 就不一樣 兩個都是 常態分配 那這樣的話 就會有一些 卸尾的差異 所以可以看出來 挑出來的結果 低於8小時的 是多少 然後呢 低於這個 一組40個人的樣本 它的又不太一樣 所以 一個是比較 挑一個工人的話 它是53 那挑40個工人呢 同樣是8小時 它的機率是更高 因為它怎麼樣 因為你的 中央極限定理 讓你的常態分配 更集中啊 更集中的話 所以你的機率 怎麼樣 低於8小時的機率 會怎麼樣 越大 那這個一個人的話 他的常態分配 是比較 往外擴張的 所以他的什麼 低於8小時的機率 就比較小 所以他都是 這個 直接看他的這個 數目你也知道 應該他會有 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一定會比他大 就是40個工人的 平均加班時數 低於8小時的 一定會比 單挑一個工人 低於8小時來的大 所以這個是 我們上禮拜特別強調的 這個 合著中央極限定理的概念 好 這只是在複習一遍 那我們最後 今天最後要談的是什麼 這是二項分配 這個我們有沒有看過 二項分配 我們第五章 就在看二項分配 第五章我們也是要考的 下禮拜其中考也是要考的 而且會考不少 二項分配 好那二項分配 他其實某種程度是一個 類似一個常態分配 當他的取樣數夠多的時候 他其實會接近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我們怎麼樣利用常態的 分配的approsimation 去算 二項分配 那當然啦 這時候 其實這個 你如果現在有計算機去做的話 你大概都不需要這個 其實這一節 甚至都可以不用去看 不過反正 這是以往一直有談到的概念 所以我們還是先看一遍 先review一下 什麼叫二項分配 二項分配 它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他的trial 試驗的次數是固定的 就是固定是100次 1000次 10000次 好 那每一次trial 他的outcome 是independent 每一次試驗 他是獨立的 那 他的outcome 只有兩個 不是成功 就是失敗 對不對 然後呢 成功的機率跟失敗的機率都是固定不變的 所以這樣子的概念就是 二項分配的 一個 實驗的概念 那二項分配當然就是 二項分配實驗 他的實驗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 二項分配 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這個我們上次提過 那 這種二項分配 當你的n 就是你的trial n的次數很大的時候 你的這個分配其實就是類似 是一個常態分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常態分配來解決 二項分配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二項分配說實在 他的公式 他當然有一個公式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二項分配的公式 他是類似一個 類似是一個什麼 c多少取多少 然後p的幾次方 q的幾次方 對不對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其實c c多少取多少 那是一個什麼 是排列還是組合 是一個 combination對不對 是一個組合 那當那個組合 當那個公式你知道的時候 其實你 不管你自己用計算機寫 或者是說 你用ECL去算 其實你都可以把這些 二項分配的這個 所有的數值都可以算出來 所以當然你也不一定要 透過常態分配去找 去找他 好啦 反正這個 我說的這個 早期可能電腦還不是那麼 發達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 知道二項分配 因為既然他跟常態分配 很接近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常態分配的東西 直接去approximate 去找近似的他的 二項分配的結果 所以 當N很大的時候 當然他會接近 二項分配 會接近常態分配 但是 但是有個前提 就是說你的這個 p是什麼 p是代表你的 二項分配的 是什麼東西 p是什麼 二項分配我們說小p是代表什麼意思 成功的機率嘛 Q呢 Q是什麼 Q就失敗嘛 所以 但是你的p很 接近於0或1 就是p是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那N如果又很小的時候呢 那你的二項分配就不太會接近常態分配 所以他還是一個前提 不是所有的二項分配都會接近常態分配 就是 剛說N要很大 那但是如果N大 但是你的p又很小的時候 p很小 但是他最後over 就是N跟p會來決定 這個二項分配到底會不會接近常態分配 所以 重點其實就看這個 N乘以p 或是N乘以q 當你這兩個數字 同時大於5的時候呢 我們就認為他會接近常態分配 所以跟N有關係 所以N越大越好 但是p呢 不要越大 也不要 不是大也不要接近於0也不要接近於1 那這時候N乘以p才有機會大於5 當他大於5或是Nq Nq也是一樣 因為你一個大 一個接近0一個接近1的時候 你的另外一個q也是接近於0或接近1嘛 對不對 是同樣道理 所以Np跟Nq它同時大於5的時候呢 我們認為二項分配就會接近於常態分配 所以 所以 像這個例子 N是10 P是0.3 那這樣的話 N乘以p是3而已 對不對 Nq是多少 7 所以 兩個並沒有同時大於5 所以這個看起來 好你再看下一張 這兩個去比較看看 這個看起來是有點歪斜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較不像是常態分配 那這個當N等於10 P等於0.5 所以這個Np是5 Nq也是5 這樣看起來 它的二項分配就會比較接近什麼 比較接近常態分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看動畫一樣 對不對 好 那當然這個是 例子 那我問你們 當給你一組0到10 然後來去算這個 當你的p是0.3的時候 這一組數據你會不會算出來 這組數據你會不會算 這組數據你會不會算 S從0到10 然後你的 這是10 反正從0到10 然後這時候 你的p是0.3的時候 Q是0.7 然後你去算p 這個二項分配的機率 這個數字你會不會算出來 會不會算 都不會啊 那就是用 你說用Excel算啊 用Excel會不會算 就是Pinomial 對不對 那個 那個函數叫什麼 Pinon點 要不要點DST 好 其他人知道嗎 不知道 我們 沒有講過嗎 真的假的 這個是我們原先的什麼 Pinomial的這個公式嘛對不對 Pin 然后这个公式里面下的这些参数 反正你在Excel里面他都给你提示 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是他的trial的次数 这是他的什么 成功失败的几率 类似这样的概念而已 所以你下这个公式下去的话 你只要换不同的参数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你就可以得到这边所有的资料了 对不对 记得上次在上那一章的时候 叫你们回去把课本的最后的一个观念练习题 里面直接去利用那个binom.dst的函数 去把它全部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画质方图 这个数字给你 你自己去画质方图应该就画出来了 对不对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好 那所以同样的这也是一样 不同的P 不同的Q 那一样这个你是可以 直接可以带公式去算出来 那你就可以去画出一个质方图 那这质方图当然看起来就比较像常态分配 好 那现在就是说他要做一个approsimation的过程中间 你要从离散变成 就是离散跟连续之间的概念 那原来二项分配是一个discrete 所以它的随机变数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固定的值 都是一个fixed的值 那当你要用常态分配去把它做 所谓的近视它 approximate它的话 你就必须做一个所谓的校正 要做一个稍微调整 correction 就是稍微把它做一个调整修正 所以你如果直接去算p of x等于a 这个二项分配的话 那当我今天如果要用一个常态分配 去跟它做对等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去修正它 利用一个常态分配的公式去修正它 那原来p of x等于a 但是常态分配我们说过 你p of x不能够直接等于a嘛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x等于a的时候 那个几率是多少 是0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左右各 在下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到个位数的话 那你就是小数点后面 还在下一位数 把它加减0.5 加减0.5去把它cover一个范围出来 这个是如果你要用 常态分配去算出 二项分配的p of x等于a的时候 你的常态分配是必须在找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在原来的a正负0.5之间 正负0.5之间 知道清楚吗 那如果是大于等于a呢 如果二项分配 那二项分配大于等于a的话 那你在做常态分配的时候 因为大于等于a是往右半边嘛 往右半边的情况之下 你是含a哦 因为这个是一个等号 含等号 含等号的话 所以你就是在你的连续型的常态分配 你就必须要把a再扣掉0.5 就是再往左边一点 再往左边一点 往左边往右边算过去一点 这样可以算出它比较接近 真正的二项分配的这个p of x大于等于a 所以常态分配要把它写成 x大于a减0.5 但是当你如果不含a的话呢 不含a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要修正到把a加0.5 这个是连续型的过程中间 因为你必须 这个已经不含a了嘛 刚才是有含a 有含a的话你就要往左边 往左边再多减0.5 那如果不含a的话 你就往右边再多0.5 去算它的这个范围 算它的范围 那同理呢 如果是小于等于a跟小于a呢 小于等于a的话就是含a 所以你要往右边多一点 所以要a加0.5 要a加0.5 那小于a不含a的话 你就往左边 所以是a减去0.5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 这样子的连续型的修正 来approximate这个discreet的二项分配 这是课本所提到的一个 所谓的连续性的校正的概念 那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它的二项分配必须是一个满足 我们刚刚说的n乘以p大于5 而且n乘以q也必须大于等于5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的话 你的二项分配才会是类似一个常态分配 好 这里知道 那它的程序当然 我们直接看就好了 好 这边 我们找人来念一下好了 黄欣诚 有一本杂誌 说有六趴的美国人会在开车的时候看报纸 如果最近选300位驾驶 就是刚好25位会在开车时看报纸的机率 开车看报纸 好特别 开车 你们骑摩托会看报纸 骑摩托应该是不会啦 开车会看报纸 开车会讲电话也许OK 不是OK啦 就是说比较有可能发生 开车看报纸 不晓得 好啦 这个是当你看到一个问题的描述的时候 你要能够判断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他还不可以告诉你说 我现在这个地方正好在什么 正好是什么 在讲二项分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二项分配的一个实验 所以你自己要能够去判断出来 所以什么是二项分配 你要那个最基本的定义 你要搞清楚 你才能够再去对应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里面来说 它是不是二项分配 这个有没有满足二项分配 假设我今天考试问你 给你一个问题的描述 那你自己要说 那这个是不是满足二项分配 它到底有哪里满足 它哪里满足二项分配 或者是说考试问你说 自己去设计一个题目是二项分配 二项实验 那你自己会不会去设计一个题目 它是属于二项分配的实验 二项分配的条件是什么 二项分配的条件是什么 实验次数固定嘛 实验次数固定嘛 独立嘛 二项分配的条件是什么 两种出向嘛 成功几率不变嘛 这就是binomial的 对不对 好那再回来看这个题目有没有满足它 哪里满足 哪里满足 这哪里满足二项分配 哪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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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满足二项分配 你就说这是二相分配啊 对不对 它总是有原因的嘛 那刚才我们就 秀过那四个条件啊 你就一个一个条件看嘛 它实验次数是 有没有固定 有没有固定几次 好 挑300次 好 实验次数是固定的 那 还有什么条件 刚刚还有一个什么 它取样应该是独立的啦 好 这是随机嘛 随机挑选 所以理论上是独立的 好 随机的给满足 第三个 它的outcome就有两种嘛 第一个就是看或不看嘛 对不对 看或不看 所以就是两种outcome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我自己 好 固定几率都不变 对啊 那这个 因为它假设它就是 都是6%是这样子嘛 所以它的机率也不变啦 所以 就这样简单啦 四个条件满足啦 所以它这就是一个什么 anomial trial 好 二项分配的一个实验 好 那既然它是 二项分配实验的话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个 当然这个二项分配给你的话 你直接去带公式 是不是可以求出它的机率 是不是 好 下什么指令 把那种点list 对不对 然后呢 把参数放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直接下excel 那我今天如果要你用什么 因为用一个常态分配 先检查它是不是常态 类似近似常态分配 好 那 你可以利用什么 因为它的P是6% 所以是0.06 那0.06其实很小 对不对 但是我们n大不大 n是300 300看起来蛮大的 所以你先看看 n乘上P好了 300乘上P0.06算出来大概18 n乘上Q更不用说更大 所以n乘上P 我们刚刚说过 要符合 二项分配跟常态分配的接近的话 它必须两个同时大于5 所以这两个有没有大于5 有没有 有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常态分配去 approximate它 那用常态分配去approximate它的话 因为它今天正好是x等于 它的随机变数 x是等于25 所以你用常态分配去做它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什么 做这个修正 x等于25 那这时候你再用常态分配去算它的话 就是25-0.5跟25加0.5中间 所以25在这边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continuous的 所以你不可能正好在25 所以你要正负0.5 所以变成是用常态分配去 用常态分配去approximate它的话 你就是在正24.5跟25.5中间这段面积 那这段面积怎么去算 那当然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谈到的 用常态分配怎么去算这段的面积 那你可以去算出来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用转换成标准常态分配去做 如果是插表的话 改天我们搞不好可以考试 考一下不要用e-sale直接用插表的 那你们就会很刺激了 也不是很刺激了 你们就很有的插了 搞不好其中好干脆不要用e-sale 直接插表 因为你们考试以后在外面考试都是插表 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意见 没有插多少 插很多 你要插那个表 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们应该都还没插过表 有吗 有练习去插过表吗 我们其中考可以来换个方向 不要每次用e-sale 不要是吧 用e-sale太方便了 不过考试呢 你们以后在外面考试都是用插表的 怎么办 应该要练习一下好了 其中考还是维持的 以后我们小考搞不好出几题让你们用插表的方式去插 那这个你就直接 那你如果要插表的话 你就势必把它转换成标准常态分配 把它转换成标准常态分配 算出它的z1跟z2 然后再去插表 那插出来这个z1 这个z1 1.82的时候它的面积是0.9656 1.58是0.9429 所以怎么样 把这个扣掉它 相减得到的结果 就是它中间的那块面积 所以 就可以知道 正好25个人了 approsumation的结果是2.27% 那你可以去对照 它跟 binomial distribution 直接去算出来的结果 看它到底差多少 会有一点差距 但是可能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一样 这个很简单 诶 曾智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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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拍花嘛 拍花就花粉 花粉一散出来的时候 有些人对花粉会过敏 就一直拼命打奔提 这个过敏 过敏其实还蛮 尤其好像华人到美国去 很容易得到这个黑 fever 那anyway他有10% 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值 那挑200位 所以随机挑 所以是固定的trial 那挑里面它产生过敏 either就是过敏或不过敏 所以它就两个outcome 那基本上它是independent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binomial的trial 既然是binomial的trial的话 那现在当然它是说 10位以上 就要看清楚 这是10位以上 所以它的二项分辨的几率是 p of x大于等于10 对不对 以上就大于等于10 所以它的p of x大于等于10 那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用 binomial distribution去算 可不可以 你这体如果用 binomial distribution 你会不会算 会不会啊 就个 这体直接用 binomial distribution p of x大于等于10 会不会算 会还是不会 对这也是一个 binomial trial 成功或失败 如果这体要用 binomial distribution怎么算 也满麻烦的哦 如果你真的要硬要去算它的话 你要从 x等于10一次 x等于11一次 x等于12一次 一直算到几次 200 所以你要算几次 算到几乎到190次 当然反过来说 你还可以利用一个 如果你再更聪明一点的话 你还可以用一个方法去算 用什么 用 complementary方式去算 complementary是什么 算1 算0 算0 1 2 3 4 5 6 7 8 9 对不对 0 1 2 3 4 5 6 7 8 9 好像也十次嘛 算完之后再怎么样 把相加起来用什么 扣掉它 它也可以累计是吗 你说用那个公式 它也可以下 对啦是没错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去算的话 那你如果下一个指令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用cumulated去算 但是算出来是1到多少 算合1到10 你要算1到9 你不能算1到10 那你要算1到9的话 算出来之后再用 complementary方式去把它扣掉 对不对 也可以算出来 那 binomial distribution 你如果用accumulate去算它的话 当然它可以直接帮你算出来 那如果这题我们换成 用常态分配去算的话 如果按照常态分配的修正方式 去修正它的话 因为这边的p是0.1 q是0.9 n是200 所以np跟nq都大于5 所以这时候可以用常态分配去approximate它 那算出来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因为它是大于等于10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去approximate它 要把10这边 因为它的平均数是20 那10这边是大于等于10 但是因为是大于等于10 是含10 所以你要往左边再多一点 所以要变成从9.5开始 所以你用p of x大于9.5的常态分配去做它 大于等于9.5的常态分配去做它 那做出来的结果 当然这个就是你要找它右半边的面积嘛 因为它是大于等于9.5 是算这一块的面积 所以你先找出小于9.5的这边的面积 然后再用1去扣掉它 那算出来 当然你如果用查表的话 先把它变成是标准常态分配的 这个z的标准分数 那算出来的话 左半边的面积很小 就0.000 0.0066 那右半边再扣掉剩下是9.34% 所以是还蛮大面积的 那你可以去检查啦 所以考试搞不好会告诉你们说 那你用这个常态分配去做出来的结果 跟你用直接用binomial distribution做出来的结果 它们中间的误差有多少 这个可以去比较一下 好 打几率 打几率概念也一样了 就是打几率就是有打到或没打到嘛 就是有打出安打或没打出安打 那140 它最多成功打几 成功26次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个也是一个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概念 那npnq都是大于5 所以它还可以用常态分配 那这时候是什么 100次最多成功 最多 所以你要看它的语义 它上面的这个描述是什么 所以是p of s小于等于26 最多嘛 最多是26 最多是26的话 所以我们把它上来看的话 26 因为最多是26是含26 所以你要往右边再多扩充一点 所以变成26.5 所以算出这个左半边的面积就可以了 那这样一样就算常态分配的面积就可以算出来 那算出来结果是11.9 所以这个就跟常态分配类似一样 那这边只是说让你用查表的方式 用二项分配表 pn 等于10 p 等于0.5 9 等于6 然后这两个去做他们的相似看比较是多少 这个算出来 因为它是6嘛 所以是5.5跟6.5中间 算出来的面积是多少 然后呢 所以 0.95是多少 然后0.32的面积 这是什么 0.95是Z1 Z2是0.32 所以在这两个范围之间 那这两个范围之间 你可以算出它normal distribution的这个 这个值是多少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找出它的 真实的这个面积 真实的几率 就是二项分配的真实的几率 当然它这个也是透过从查表的方式去算出来 是找出来的 是0.205 那这个就是它用近似的方式去算出来的 所以它算出来是多少 0.2034 那0.2034跟0.205 大概只差到小数点下三位 所以基本上还算蛮接近 所以这个只是告诉你说 其实用 用二项分配 就是用常态分配去approsimate 它的二项分配 其实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以被接受的 最后这个观念题 一样回忆自己看 那最后这个结论你们一样 就是把我们这一张的东西再稍微 summarize一遍 好 所以我们第六张 就上到这边啦 呃 第六张的东西到接下来 我们第七张、第八张、第九张 都会用得到 所以 第六张的东西要 要好好再看一遍 特别是 中央极限定理那个概念的东西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啦 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开始考 小考 好 好 好 小考 好 好 好